第八季的大家珍風鬚現在開始訂購了 你們聽開的沒理由不訂購 撐開村長馬上買 而每一季是三個月為限的 就是450元 今季由12月10日到明年3月10日 查詢的WhatsApp是91671611 馬上支持我們村長 支持大家珍風鬚馬上訂購 第八季 這些是有氣氛的 網上的這些片 現在因為賺人電擊率 變成他們設計了一些 例如叫做趴街舞 又或者有些搖滾大叔 你記得有一個是發達的 他從來沒有想過發達的 他自己就不知道這些傻句 一個肥佬 一個肥佬去到世界各地 因為他每次都是一個人去旅行 他就沒什麼 他就打算設個鏡頭在前面 大家看過這個廣告 後來因為廣告商 那個很有錢的廣告商 買起所有的片 你看到一個肥佬 一個外國的肥佬 就去到世界各地 扔著一個名聲 他自己一個人在那裡跳 然後人們就走進來 幾個人而已 然後他就去了另一個景 他又跳同一個樣的舞 記得記得 那個肥佬是否自己拍的 是嗎 他不是打算賣給人做廣告的 是 哦 他放了上網 很多人看這個肥佬 自己去到世界各地 他就選一個名聲 比如 比薩蛇塔 他不是比薩蛇塔 前面都跳 太基靈 他在前面都跳 都是跳同一種舞 跳一隻舞 就把他合起來 就像環遊世界一樣 是的 這個肥佬就好奇 因為這間的大品牌 看中了他的片段 我不記得是 信用卡還是旅行公司 就買了那條片 給了很多錢 記得 買了他就串連了一個30秒的廣告 就是他的肥佬就動了動了 人們就進來 然後他就彈到另一個鏡頭 他也不用飛這麼多地方 就去拍 你根本已經飛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拍 他自己拍完了 是的 如果你是給旅行者 OK 是的 買完了 這個肥佬跳舞 他去到世界各地做同一動作 是的 我很記得 就是背景不同 不同了 但是肥佬因為樣子又有趣 肚子就自己跳 後期就變成為廣告 因為他收了很多錢 現在很多時候就是 這些叫做你不要以為是一張照片 是的 又或者是一件事 你知道放上網 最近也有一個女人 如果大家有看英國的新聞 那個女人對著電視機 在哭 她說我沒有想過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 就是哈利王子 和威廉王子走出來這張照片 是的 救回我全家 是的 拍到四個一起 拍到四個一起的一張照片 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要什麼 他只是跟他握手 是的 他拍了那張照片 拍了那張照片 走出來 那張照片很漂亮 被譽為一張 笑得很開心 他們四個都很漂亮 是 他就無端的找一個電話 拍一聲拍了 就放了上instagram 是 有人用四十萬幫他買了 嗯 他說這四十萬幫他還債 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 可以救回他的家人 他說我多謝 我多謝有人 後來後來這張照片是做廣告的 是的 他是拿錢來賣 現在為什麼這麼多人放照片 上instagram 因為他們會買照 那些人 這個照片有四十萬幫你收購了 還有廣告還要出 那他就是賦予他的奇蹟 他沒有想過 他做的訪問 他沒有想過 他見到他們四個很漂亮 就是自己是那些 民眾 就是普通市民 覺得他們四個很漂亮 他跟他打了一個招呼 他剛剛轉過來 他就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這樣 還有當時應該都不單止 他一個人舉機拍照 這麼多民眾 都個個都舉機拍照 因為那張照片這麼值錢 他們四個同一個視線 同一個笑容 同一個東西拖著手 還有如無意外 他們應該是同一時間 是第一次四個人 就是哥哥和弟弟 和兩個他自己的 哥哥嫂那些 兩個一起出現 就是第一次出現 還有就是那張照片 拍到他們大家都很開心 四個都 很自然 那張照片就自然有人埋了 簡純一致 所以你看到英國這個女人的訪問 她是一個窮女 那些叫窮婦 就是照著子女 她沒有想過一張照片 令她改變命運 她也沒有想過 令她翻身 就是肥佬跳舞 沒有想過一個沒到自己太悶 自己這樣扯 就改變了命運 就是這樣 所以地球上有很多人 因為這些片 而創作 有趴街舞 有什麼舞 很多很多 港西南寧 一個十八歲的少女 她叫陸曉琪 她在二月份 她創作了另一個舞蹈 就是街舞 街舞很普通 街舞很難跳 你說的是不是轉來轉去 街舞通常都是你自己扯的 撲平 頭要在地上轉 她不是一個人的街舞 她就是我剛才說的群眾運進來的 有設計地的動作 她就設計了 她打算自己拍片放上國內的網 在這個設計當中 突然發覺有人抄襲她 她十八歲而已 有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抄襲她 她這個叫社會搖 這個舞蹈是在社會裡面 什麼人都會跟她這個叫社會搖 做同一個動作 有人抄襲她這個動作 為什麼會有人抄襲你呢 你現在說這些 你放在社交媒體 你都是希望大家不同的人 看了之後的話 跳同一樣的舞蹈放上去 她還沒拍之前 在排名時沒有被抄襲 我以為你已經放上去被人抄襲 就像剛才你說的 Janet Jackson 她還沒出街的 她還沒出街的 她打算在排名時 給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抄襲 那你怎麼證明是你自己呢 你都還沒出街 你又沒有拿專利 尤其是這些東西沒有得拿專利 沒有專利的嘛 但她打算在網上一炮而紅 就被這個十七歲的少女抄襲 抄襲她這個社會搖舞蹈 哎呀這樣很可憐 她一一氣露之下 我創作 你抄襲我 你紅了 還要賺很多錢 這樣就還生氣了 那生氣不生氣 你剛才說算了 阿正 真正抄襲她一點 不要緊 那是因為是兄妹關係 我就說算 這個跟她沒有關係 就不算了 那你 就要跟她算 算到底 因為你不是創作的人 創作的人是會生氣的 那當然了 自己是這麼辛苦想出來的 是 Creative 其實每件事都要量 到尾 這個十八歲的少女 很不滿意 那可以怎樣 她打了一百個人 打到對方死為止 那就是自己坐牢 本來這件事不是她不對 現在變成她不對 在港西南寧 這個十八歲的少女 陸曉琪 因為今年二月不滿意 別人抄襲她的社會搖的舞蹈 她打了一百個人 跟對方談判 頭頭是談判的 一百個人 跟一個十七歲的少女談判 不是吧 對方只有二十個人 談判不到之後 她的這類人 可以打了一百個人 家族和其他人談判 可能她的粉絲 這個不可能是普通人 這應該不是一時間 嘩 一個一個一百個 我都未必召喚到 你召喚到嗎?我加起來也很難 一百隻蟑螂我也找不到 一百隻狗也找不到 同一時間召喚了一百個人 跟對方談判 談判破裂後就吐鬥 期間有人拿出這個刀具 土製炸彈 然後放下去 土製炸彈? 好像暴動一樣 你為一隻毛 不用這樣 土製炸彈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自己錄製這個社會搖給你偷了 抄襲問題發生矛盾 互相指責之後 約定在南陵永和大橋談判 談判破裂後 那些紅牛的罐 其實裡面是土製炸彈 炸彈 炸彈 IS嗎? 炸彈 你真的證明不了自己 這個毛是你獨創的 我知道你很生氣 我明白 我明白你一定很生氣 但是你搞出人命就真的不應該 很大件事 對方就開始 這100個人 都不甘是虐 都不甘是虐 摸出這些紅牛罐 裡面其實全部是土製炸彈 砰 是 學我們 很兇 這班人多跳舞 沒有想過他這樣 是武林界的黑社會 就是他真的比武 大家比武 對方只有20個人 當然不夠他們打 這個紅牛罐 土製炸彈陣 把對方炸到傷 手持這個刀具 互相插 看你怎麼能跳 哈哈哈哈 看你怎麼跳 我撿了你的腳 撿了你的手 看你怎麼跳 然後用鋼管打斷他的腳 看你怎麼跳 這個女子 什麼人來的 好兇啊 18歲 18歲 打一個17歲 始終不可掌 就算你說 開頭的時候 你怎麼說 他真的很生氣 被人抄襲自己的創作 但也不能這樣 是 就是因為這個 抄襲他的武道 然後牽起了打鬥 主要的份子 就是剛才說的幾個 18歲的幾個 現在就是法院 一審判決 是 有期徒刑 八年 對呀 還衰 你在監獄跳 你在監獄跳 一定沒有人抄襲你 監獄 在監獄 你一定有你自己的copyright 然後張耀陽 梁家輝就融進來了 大傻的那些 肥媽跑出來唱歌 對呀 搞什麼呢 我不明白 別人抄襲你的計劃 你是很生氣 但不用打鬥 不用打人 不用炸人 以及被騙人 還有他抄襲你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沒有創作 我經常相信 有創作的人 就算被人拿一條計劃 再想過 可能你想下一條計劃 比這條更精彩 如果是你 你就算了吧 我就再想一條 好 這條被你抄襲了 我算 我找一條更厲害 打低你 原本自己打低自己 自己打低自己 對呀 你這個 不是社會搖這麼簡單 黑社會搖 對呀 加上黑字 你怎麼會這樣 十幾歲而已 十八 何時打得大 何時打得大 難道下一次別人抄襲你 你又打人 因為在國內這些片 他們賺很多錢 對呀 利自當頭 對呀 一時的 老火中燒 所以你問我 多精 關於收入的問題 應該是這樣 關於收入的問題 很大 如果純粹大家創作 我打算這樣的話 大家都很好玩的 對呀 像冰桶挑戰一樣 對呀 你可以想到屎桶挑戰 對呀 對呀 但是你也不用太生氣 玩而已 因為天下文章 真的一大抄 你說天下文章一大抄 是因為 有時候我很明白 有些人為何會生氣到上火 例如音樂創作 他真的逐個音 鬥出來 但你原來聽過一次 你去copy了他 但是他花了很長時間 才有這段 但你原來聽過一次 已經抄完 對於創作的人 是不公道的 當然 你問我 因為我是站在創作那邊 是很不公道的 所以你說 某年某月某日 有一個 那些叫 是不是叫編曲 有個post 叫編曲 他們為什麼經常鎖在房間裡 自己做事 他很怕朋友進來聽到他編曲 哦 因為編曲真的可以令到那首歌 例如你同一個melody 但我將編曲編得比較爽 或者編曲 可以是另外一首歌 但是我會覺得 很多時候編曲都會被低估了 他的方法 應該說被低估了 他在一首歌的創作裡面 很重要 很重要 等於一套電影裡面的剪接 其實都很重要 很重要 他指哪裏 多一格少一格 他有多緊湊 那個張力在哪裏 都很重要 配樂也是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某年某月 你們都忘記了這件事 80年代曾經有件很轟動的事 我不知道你們 如果你們女生 會不會很介意 80年代更流行 所有的明星 進去店舖買名牌 你知道我們那個年代 八九十年代很流行 進去某些名牌 Joyce 不是 是幾萬元買一條裙子 去一個party 神經病 你問我 對於那個女影星 假設陳彥恒 你要去一個大party 很大的 很多記者圍著拍照 你花了四萬元 買了一條名牌子的裙子 當時那個銷售員 告訴你 為什麼你花那麼多錢 全香港只有你一條 讀一無二就四萬元買 讀一無二 那你想到這個party 只有你一個人 唯我讀專 而且不會撞 不會撞 很漂亮 那你才肯給這四萬元 那才值 對 對 他想到那個紅地毯裡面 威盡 一條 拿起來 拍照 所有的東西 威盡 誰知那年 有另一個 沒有那麼紅的女明星 就穿了 跟他一模一樣的裙子 那條裙子是翻版的 是嗎 對 你騙我還是在外國買 同一個牌子 還是他不是在香港買 他不是在外國買 你寫一四萬元 你會怎樣 同一時間有一個 比較容易打綠的 和你一模一樣 同一條 同一條裙子 同一個款 同一個顏色 我會追究個銷售商 當你買的時候 你告訴我 只有一條 但為什麼 就是同一個場合 和我去到你那裏買的話 相信你都知道 就是我去那個場合 如果真的有另外一條 你都應該要通知我 或者通知對方 誰是誰買的 你們是否會是同一個場合 如果不是你們有機會會撞 你都應該說一聲給我聽吧 你就是花了四萬元 買了這條名牌子 聲稱為全香港獨有一條 你去到一個 給你便宜 給你差的女明星穿了 當然 你這四萬元就花完了 也得不到你所得到的效果 別人還覺得他穿得比你漂亮 很生氣 首先我想弄清楚 這個所謂易打鹿的女明星 那條裙子是堅定流 我想知道 這個80年代的女明星 她當然問回這個名牌 你不是告訴我 是獨一無二嗎 她說是 全香港獨一無二 她那條是在雜誌上抄襲 然後一個位未接 叫記者說她穿假貨 登了出來 這個女人穿假貨 現在這個牌子要告她 一定是逼這個牌子 去告這個女人 因為她很肯定 這條裙子只有一條 我花了四萬元 你可能四千元就搞定了 我花了四萬元 你抄我家公司的款 這個女明星後期 要逼這家公司 去告這個女人 那又能告一整盒嗎 真的告一整盒 因為擺明她真的 是抄四萬元的那條裙子 她就是拿了那些 剪了那些紙出去 然後去做 很流行 很流行 有一段時間 其實基本上是在紅磡 和尖沙咀有某一間 她是說得明白的 譬如登台的時候 你可以在雜誌上 剪一張這樣的紙給她 她照版主要幫你 就是套一條一模一樣 當然沒有他們那些材料 那麼漂亮 總之一穿出去 如果是不認識的人 就以為你 幾萬元買一條裙子 那條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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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幾千元 幾千元 五六千元 就已經起貨了 五六千元就等於 一條四萬元的裙子 沒錯 甚至穿西裝 一套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都叫做多annual dinner 譬如你會比較難搞的 就是你出了一件衣服 那就不能穿太多遲 尤其是那些裙子 那些叫做coctel dress 你比較難 在同一時間 你很密的話 你就要買幾條 如果真的幾條來說 就會很貴 有人跟我說 就是製作公司 其實有些這樣 是幫你做這些晚裝 又或者是做鞋子也有 鞋子也有 鞋子也有 你只要給他那款 他就大約一個星期左右 一個至兩個星期左右 你只要去量一次新 然後他就有你的尺寸 你告訴他 他就會幫你做 幾千元 然後這個 叫八十年代的女星 有四文化的裙子 他後期要迫使這間名牌公司 要告這個女藝人 告個耳膽子 兼要這個名牌公司 不停跟傳媒發放他穿假貨 哦 他是有點毒辣 他的手段 但我又明白他的 因為他花了錢 我花了四萬元 他聲稱我花了錢 是為我獨尊 你花了四千元 但穿出來還要說 你穿得比我漂亮 我當然會生氣 那名牌公司也應該要告他 要告他 要告他 因為你真是抄襲 要告他 但是那個就被人一炮 打沉了 即是那個女藝人 對 一炮打沉了 但你又真是怎樣說 這些設計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會發覺 有一段時間 我和你都很流行 去那間電鎖店 去買那些東西 你都會發覺 其實今年很多東西 他不是抄到一模一樣 但可能是布料 或者是感覺 那些花的圖案 他都是抄今年流行的 某幾家大太子的東西 很流行的 很流行的 買到上來的 很快就有了 那他是不是抄襲 他也是抄襲 還要幾百元就買了出來 是啊 那你又公道一點 人家一個名牌的設計 他真的花了很長時間 貴有貴著的設計 是啊 那他是不是應該得到 知識產權的尊重 是應該的 是應該的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 好像有點難 是啊 真的 到快 是啊 比如說像獅子頭的大品牌 我們這陣子都說到的 品牌禮物 那個白的花 其實早前很多糧牌都有 這些花 是啊 我們已經買了好幾雙 沒錯 一輩子看到的 花反不同 反素不同 我明白 反素不同 當然你可以看得出來 是切科還是真科 反素不同 但是問題是 我知道你說什麼 你明白我的戲嗎 一個這樣的交拖鞋 一個這樣的交拖鞋 交過這樣的東西 交到這樣的花 你就覺得他就是獅子頭的品牌 是的 但是其實你怎麼控告他 你怎麼控告幾百元買這雙膠鞋 什麼顏色都有 你怎麼控告幾百元買這雙膠鞋 這個店舖 就是這座山茶花 對 這座山茶花 有一次 不能控告 我和我的女朋友去逛街 就在那些購物店裡 那裡 有一些很小的店 很小的店 小店 就放了很多對這些山茶花的交拖鞋 然後我的朋友就經過門 就說 這些是假貨 擺明是抄獅子頭的品牌 然後被裡面的老闆娘聽到 走出來 你說什麼 什麼是假的 你說什麼是假 哪一塊你看到是假的 這樣說 有印牌子嗎 現在這樣 他還要大聲過你 他還要大聲過你 因為他心裡 我都沒有印獅子頭的牌子 你何來說我抄獅子頭的品牌 同處都是花來的 你怎麼會說我是抄獅子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老闆娘這麼緊張 知不知道為什麼老闆娘這麼緊張 因為怕你報海關 因為他報海關就可以了 不要以為不印獅子就沒問題 當然不是 有知識產權的 這個世界 那獅子頭已經申請了這個山茶花 是他的東西嗎 他是申請了 所以到尾 你說的酒仔位 就是他計算的反數 他可能是少了兩反 所以到尾 你一數反數就知道 是假的 但是誰看到什麼 我們這樣穿著 是個人走過 少了兩反 是假的 所以老闆娘 為什麼你會在外面門口 因為你有權去報海關 那我的朋友哪有空 只不過是告訴你 這些是假的 因為他很害怕 因為你報海關 他是要封他的店 要封的 要封的 因為有兩個牌子 在市面上 他是報海關報得很重要 我都說連紙紮都報了 那也是 這個真的很誇張 我都說連紙紮都報了 這個真的很誇張 所以他都說 海關突然間你 為什麼他這麼大神像 封了他三日舖 封了海關來封了 他燒給仙人那些 所以你要進去看 是啊 他有就有的 VIP網 要入VIP網 快點燒 他前期掛出來的 後來因為你們兩個牌子 是不停 他們在香港找了一間公司 你到處走 看到什麼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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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一間公司 同一間公司 都做同一樣的事情 就是 你用這個 就是李小龍的名字 他都會通報的 是啊 他會有封信給你的 第一 你會給錢 第二 他會告你 如果我們生個兒子的話 我姓李 但你不可以叫小龍 不行的 但不可以做到黃色衣服 我都可以 那是剪過這個題 不行 不行 因為Linda會告你的 Linda出名的 世界各地有人巡 我扮黃蜂 他有人巡 他真的有人巡 另外兩個牌子也有人巡 是嗎 但我經常見到銅鑼 我真的見到 那些小販檔 買那些交拖 那些交拖 那些交拖 其實那些東西 就放在大品牌的店舖前面 好像你說明天 我再說那些 還有那些自碼套 我再說一件事給你聽 我再說一件事給你聽 這件事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是受害人告訴我 是受害人親自告訴我 他說 專長啊 哎呀我衰 我不知道 我貪得意 她是升職 她是很有錢的 她是貪得意 買了一個電話一套 對 掛著某個牌子的電話一套 對 還要是一格格一格格的 對 挺漂亮的 你不要說我又買給你的 但我怕被人抓 對 她跟著又怎樣呢 她是出了記憶之道會 拍了照 這個牌子 卡下了 哎呀 卡下了那張照 哎呀 卡下了那張照 就是說這個女藝人 女藝人 翻版 翻版 影響我們的牌子 後來跟公安說 日後我們的品牌 千萬不要叫這個女藝人來 哎呀 她自己說的 因為公安公司告訴她 她這個牌子 背禁了你 因為有一次在街上 買了一個電話圖 是的 買了一個百多元的 綁製電話圖 是這樣背禁她 她真的這樣背禁她 是公安公司告訴她 背禁了你 但我覺得有時候 又會這樣說 這些名牌子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你紅到這樣 別人幫你出了這樣的電話套 其實我覺得 如果她真的繼續出 用她自己的鏈 挺好的 肯接受這個設計 我覺得如果她這個牌子 她後期有 她後期有 她的牌子有電話套 那你抄她也可以 不是 她抄了電話套 不是 她沒有用鏈 她出了一系列的 山茶花電話套 我知道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真的挺好用的 我看到很多素人都有用的 揹著來用 因為你又揹著 有一個這樣的套 還要看到她很漂亮的 一些織了的 這樣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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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一條鏈 帶在這裡 我真的很想買 其實是漂亮的 真的漂亮的 你不要在街上賣 不要在門口賣 你不要在門口賣 你問我 如果做生意的角度 她不會成就你的 她馬上叫designer去畫一個系列 電話套 然後不停公開 我們有電話套 不過不是街上賣的 是你的 她不會成就抄襲的人 因為這樣就很難保住牌子 那就是 有什麼反過來 她去抄襲翻版的 沒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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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做生意 你就知道 怎樣找手自己的牌子 那個名字 比較重要 我知道 因為我試過有朋友 跟我說過 去她家吃飯 那個人是你也知道的 一對夫婦 我去她家 然後她跟我們說 有很大隻 鑼這麼大 那些很漂亮的 圖詞 全部印了 那些 就是什麼百壽圖 一百個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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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個 她就說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又搬得到 有車 你搬走 然後她就說 你在哪裡買這樣的東西 她就說 不用買的 是板 她就說 因為她在國內 做這些圖詞生意 而這些就是一些板 一定是大會人家 才會買的 因為差不多一半張桌子 這麼大的圖詞 你可以用來擺什麼都可以 你可能養魚 或者什麼 都是隨便擺在一邊做 對 擺在一邊 一個大碗 我就說 要來做什麼 沙律煲都可以吃 一村人 然後她就說 這些是因為我在國內 做生意 做一個板 問題在於 我們不能放在那裡 我們一定要運回來香港 否則 第二天 就到處都可以買 我們就死了 我們的貨物 就要砸在那裡 她說 有些如果你真的喜歡 你下次跟我一起回去 人那麼高 過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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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那些 你搬下來的話又是運費又是錢 但真的沒辦法 全部要搬走 那次我拿了一個差不多一個人可以抱著的 一個這麼大的碗 不用錢 如果你可以搬走 我又給你 這樣 否則他都會撥爛他 撥爛他 如果不是大家都看不到 日本的名牌是一車一車運去 全部用火燒了 他怕你抄襲 因為他怕你抄襲 又或是怕你廉價賣掉 他們很難才能建立這個全球的牌子 他不可以一顆東西 毀他整個牌子 所以他保障牌子的聲譽是比一切重要 希望大家都尊重知識產權 這次是廣西的藍寧 就是因為一個沒有道 你抄襲我我沒有道 我找人撥你 社會搖你 你嘗試掌票 真的太惡了 後來這個女生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 已經進入監獄裡 叫她的社會搖 資料來自這次是廣西藍寧的報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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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